- 欢迎回到亚布到周华的生活频道 - 大家好我是舒比 - 我是亚布 - 这个冬天特别冷啊 - 就是之前有感冒了 - 就说话不太方便 - 就直接把那个六月份的这个月报也跳 - 但基本上呢 - 就是大家来到七月的话呢 - 肯定多多少少听新闻啊什么都知道 - 就是澳洲的房价出乎意料的 - 还在大部分城市还在持续的上升中 - 也出乎了我的意料 - 一起来看一下 - 就是说现在七月份都过了 -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 - 七月份啊 - 各大首府城市以及整个澳洲 -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- OK 那我们跳过六月直接讲七月 - 七月的话呢 - 全国的房价上涨了百分之零点五 - 然后呢 - 其实就是不讲六月 - 也是因为这个数据真的乏善可乘 - 和七月是差不多 - 持续增长的呢 - 还是这三个中性首府城市 - 珀斯已经连续很多个月 - 月涨幅百分之二 - 接下来呢是阿德莱德1.8% - 布里斯班1.1% - 这三个城市仍然是 - 现在保持着一个比较强劲的上涨 - 布里斯班和阿德它有时候还能 - 还能较较近 - 错位一下 - 有时候布里斯班快 - 有时候阿德快 - 但这个月的话 - 七月的话阿德确实表现还不错了 - 有到1.8了 - 有阿德有往上走走 - 然后布里斯班有往下再走一走 - 对因为布里斯班确实还是贵 - 你看阿德和珀斯的中汇价是差不多的 - 这两个城市是差不多的 - 但是布里斯班直接多了个10万块钱 - 对多了10万块钱 - 这个还是一个蛮 - 10万块钱的话 - 加上有百分之十几的差距 - 这个还是蛮厉害的一个 - 然后随着布里斯班的房价的走高 - 我觉得 - 未来就很有可能会出现阿德珀斯 - 就两只堵秀 - 然后我觉得布里斯班慢慢慢慢 - 它是会可能淡出这个 - 高速上涨的一个行列 - 它可能下个月可能就0.9 - 下个月可能 - 这个预测我们之前预测过来 - 结果又错了 - 然后除了这三个首富城市之外 - 悉尼它还是保持了一个0.3%的一个月度涨幅 - 比较低速的一个涨幅 - 悉尼的市场应该是目前比较正常比较健康的市场 - 然后其实剩下的三个首富城市 - 墨尔本、达尔文和霍巴特 - 其实都是往下走的 - 墨尔本下降了0.4% - 达尔文下降了0.2% - 霍巴特下降了0.5% - 这三个城市就是在7月份的表现 - 都不是说非常的好 - 对 - 默尔本现在要跟什么达尔文 - 或巴特放在一起讨论 - 我觉得可以单独拎出来 - 因为那两个城市确实投资的比较少 - 人也比较少 - 默尔本的话应该算 - 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差 - 默尔本房价暴跌或怎么样 - 其实没有那么差 - 你去看它年度涨幅还有0.2% - 只是说你去和别的城市去对比的话 - 因为别的城市增速实在是有点快 - 对就像学习一样 - 就不进则退 - 即使你没有跌 - 然后别的城市在那边涨的时候 - 你都感觉自己在那边跌一样 - 就是这种感觉 - 但确实就跑到这个半年来说 - 应该默尔本开始呈现一种下跌趋势 - 大概23年还稍微活跃了一下之后 - 从2024年开始就可能微跌微跌 - 每月百分之零点几再往下好 - 其实你对比别的城市的话 - 其实还是差距还蛮大的 - 很多人说默尔本以后要变成 - 很快就会变成什么州领地里面 - 中卫价最低的 - 你觉得有可能吗 - 我最近刚看一篇文章 - 我自己觉得是不太会有这个可能 - 对 - 不太会啊 - 因为你去看现在中卫价 - 默尔本是78万 - 然后你看波斯阿德多少 - 最低的达尔人是50万 - 然后上升一位就是霍巴特是64万 - 它跟默尔本的中卫价 - 这个78万还是有蛮大差距 - 那篇文章我觉得稍微有点夸大 - 但是它的意思可能就是说 - 在大家能够数得出来的前五里面 - 可能默尔本要落到最后面去 - 这个其实也是引出我们今天的 - 就下一个小话题 - 因为这个数据就每个月都涨得差不多 - 我最近有见很多活主都在讨论一个话题 - 说默尔本现在已经跌到了 - 这个就巴达首富城市的下半层了 - 那是不是一个抄底的好时机 - 默尔本现在可以买吗 - 那我觉得因为我们也不是默尔本本地的房产博主吗 - 那我觉得也就是借着这个话题 - 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 - 布里斯班它已经涨到了现在这个样子 - 那你觉得外洲的投资客也好 - 或者说海外投资客也好 - 他们还能买布里斯班吗 - 买布里斯班还能赚得到钱吗 - 欢迎在频道下方留言 - 我看博主的话应该有两个默尔本博主 - 他们是不太不太信的 - 他们本地人是不太信 - 对分两派了 - 就有一派是说默尔本他的这个国际化的城市地位 - 然后以及他的这个经济体量和他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 - 他只是一时的落后 - 他现在落后的越多将来回谈的会越多 - 所以说支持大家现在去默尔本进行抄底 - 那也有一些博主呢 - 他会讲说默尔本就已经玩独子了 - 未来十年都是常债计划 - 他会带领他的投资者全面撤离默尔本 - 所以说 - 所以说就是不一样的人 - 他对于同一个市场在同一个状态下 - 他是会有不一样的理解 - 那我就想说 - 你觉得布里斯班现在长到这个样子之后 - 是得不配位 - 叠到这个样子吗 - 我是说我们是布里斯班发展博主 - 我们谈论的是布里斯班 - 我是说你觉得布里斯班现在 - 中位价全面超过默尔本 - 是得不配位 - 将来一定会被老大哥再度反超 - 还是说你觉得现在入场 - 布里斯班仍然将来是会有不错的投资前景 - 我之前的观点应该很明确 - 我是一个比较接地气的人 - 我觉得应该会保持第二 - 保持一段时间 - 除非默尔本有非常重大的改善 - 经济层面还有各种政策层面的扶持 - 社会面的一个情况的改变 - 我觉得布里斯班的下跌应该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原因 - 它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 - 我不是黑木尔本 - 我只是想一下我自己的观点 - 因为现在市场上有两种观点 - 木尔本本地的博主 - 听了一下都是不太赞成 - 都在往外跑 - 然后倒是有几个外州的 - 他觉得木尔本现在能超低倒是进去了 - 我觉得我是偏向于占木尔本往外跑的那些人的观点 - 因为我觉得他的问题还比较的深层次会比较大 - 以澳洲这种比较慢节奏的这种改革也好 - 建设也好 - 要扭转这种经济情况还有政策情况 - 以及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形态的话 - 我觉得需要有些时间 - 你说现在去抄底 - 我觉得可能还有地下室 - 所以说就现在冲进去 - 我觉得为时过早 - 我可能不会为了抓那个底部 - 我个人的投资习惯 - 我可以讲一下我个人的投资习惯 - 我个人的投资习惯是我会找一个安全点 - 他可能觉得要抄底 - 我并不会抄底 - 哪怕他真的到了底 - 可能我还是不会买 - 我至少要看到他回来了 - 而且不单单是数据上表现说 - 木尔本涨了我就认为他回来了 - 而是你要从政策面 - 各种税收 - 以及市场上对于木尔本这个城市的评价 - 以及大家居民的反馈 - 包括移民也好 - interstate也好 - 还有外国进来的移民也好 - 数据开始变好 - 才会有信心 - 对综合的去看 - 然后房源的供给 - 人口的流动 - 综合的去评判说 - 可能木尔本真的到了一个 - 应该要回来的一个阶段 - 但目前为止看上去 - 总体来说政策面比较弱 - 然后加上木尔本自身的一些特点 - 比如像天气很冷 - 然后木尔本当然有他自己的好的地方 - 但是我听到很多人从木尔本离开 - 或者搬走的话 - 他们还是会选择一个更加接地气的生活方式 - 我觉得木尔本好的地方就是那种文化 - 就是那种 - 淘金热时代一直累积到现在的那些 - 建筑啊人文街道那些树啊花啊 - 类似于这种类似于这种东西 - 就是比较上层建筑的 - 但是现在力气这么高 - 大家都在忙于生计 - 哪里生活便宜就往哪里去 - 或者哪里天气好就往哪里去 - 结果就现在的人就越来越务实了 - 我之前有跟一个买家开玩笑说 - 我说人的社会发展可能会越来越离那些 - 形而上的东西会越来越远 - 否则的话你说为什么现在抖音这么流行啊 - 抖音快手这么流行 - 拼多多这么流行 - 而不是交响乐啊 - 然后大家对于一些好的 - 对我们脑海中的那些美好的东西 - 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并不是很需要 - 就是市场越来越下沉了 - 对越来越下沉 - 可能就说的好听点就接地气嘛 - 说的好听点就接地气嘛 - 说的难听点就市场越来越下沉 - 大家可能更加务实 - 就是未来人可能更加务实 - 对于一些我们理想中的一些东西 - 对我之前有看到就是讲 - 我看到国内的那个就是什么许志远那种 - 就那种风格的那种人讲话 - 和他跟我看有一些好像是他跟马东 - 马东就是那种比较务实的 - 娱乐他就觉得他那种什么什么 - 启发术啊什么的 - 然后许志远的意见就是感觉那个东西有点 - 就有点过于过于low了 - 就那种感觉了 -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- 现在的人现在的买家 - 他可能更希望一种什么样的市场 - 什么样的城市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- 我觉得我是比较的 - 也不是悲观啦 - 我是觉得就是往下沉了 - 下沉越接地气了 - 就越来越接地气了 - 所以说马本这种就是靠历史 - 靠文化 - 然后沉淀下来的城市 - 对靠一些这种沉淀积累的这种 - 会是未来的主流趋势吧 - 我会打一个问号啦 - 大家可以说我是个很熟的人 - 这么没关系 - 对我只是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 - 那我想就是代表市场上的一些不同的买家 - 来向来部寻求一些 - 现在入市布里斯班的一些建议 - 比如说如果我是一个首次之业的人 - 对你仍然会觉得说布里斯班现在起步价 - 对是适合首次之业的人在这个周去生活吗 - 我觉得首次之业你不要看过去的 - 过去的价格 - 因为永远过去价格比现在便宜 - 你不会说过去价格比现在便宜 - 我现在买的很贵 - 我就不买首次之业 - 你去找一个你喜欢的城市去生活 - 这个最重要 - 你喜欢毛本就去毛本生活 - 不要因为毛本在跌 - 你去那边买 - 对如果你觉得毛本不舒服 - 你就找珀斯阿德 - 你喜欢大城市就去悉尼 -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- 不要因为过去的房价 - 或者现在涨了 - 去选择这个我觉得是两码事 - 也不要因为布里斯班首次 - 首次之业的房子已经涨了很多 - 就说着我不来布里斯班 - 看那个价格就很生气 - 对 - 这个不是选择蜘蛛房的一个很重要的 - 买你能买得去的去 - 当然这个很重要 - 如果你觉得现在布里斯班首次真的很贵 - 有比毛本贵很多 - 让你导致觉得说毛本的生活压力比较小 - 所以我觉得比较舒服 - 我要去毛毛本 - 当然可以 - 如果差不多 - 你不要因为布里斯班首次在涨毛本 - 再跌 - 然后你就搬到毛本去 - 这个我觉得就有点 - 方向就决策 - 帮助你去决策的这个因素就选错了 - OK - 那就现在在这个市场上 - 也会有一些投资客进来 - 对 - 那投资客最怕的就是说 - 我的涨幅已经被吃掉了 - 对 - 其实跟首次之业也有一定的类似 - 那现在就是横向 - 不管是对比墨尔本 - 也是对比说比如说阿德和珀斯 - 就这三个城市涨的都还挺不错的 - 那你会觉得说推荐 - 或者说你对于投资 - 布里斯班的投资客 - 会有一些什么样选购上的建议 - 我就买你熟悉的区吧 - 如果对于布里斯班本地的人去 - 你先把 - 我觉得一个投 - 如果你是买投资组合 - 就先买你熟悉的区 - 先把你的基本盘打好 - 再去冒一些险 - 去买一些你不熟悉的区 - 对 我觉得通常是这种买法 - 会比较的安全 - 我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 - 我不都会说 - 我像布里斯班的这一摊事 - 我都没整明白 - 然后去整一个破丝 - 又破丝好 - 怕我冲进去 - 那把一冲进去之后 - 他跌了咋办呢 - 对 - 大家觉得说现在涨得好 - 你可以吹牛 - 但最后跌的时候 - 大家都在裸泳 - 就这种感觉 - 先把你熟悉的区先整好 - 然后税务结构 - 或怎么样 - 已经到达你的限制了 - 你去外州 - 你去找不同价位的房子 - 可能 - 你去一个便宜的区 - 可能负担性更好 - 或者说你的税收 - 结构更好 - 然后你再去拓展一些 - 外围的市场 - 我觉得会好一点 - 然后再拓展外围市场 - 之后 - 你再去有区别的去区分 - 说 - 到底是买现在在涨的 - 波斯阿德 - 还是我去抄底墨阿本 - 或者我觉得 - 悉尼更加稳健一点 - 或什么样的 - 应该是这个思路了 - 但是对于现在已经涨的 - 城市来说 - 波斯阿德我不太了解 - 布里斯班的话 - 我认为是市场是比较健康 - 风险比较低的 - 以我个人 - 每个投资者 - 他的投资习惯不一样 - 以我个人投资习惯 - 是我不会去看那个收益 - 我会更加注重资产 - 还有投资行为的一个安全性 - 那么对于 - 比方说我现在去买房子 - 我认为就是说 - 我已知现在的利率是这么高了 - 而且它未来可能不会更高 - 它可能会涨一次两次 - 但不会是我当时设定 - 投资目标的两倍三倍的利率 - 所以说 - 相对来说在利率层面上我是安全的 - 然后 - 未来的市场 - 它有可能我觉得从人口的角度 - 或者是移民减少的角度来说 - 它有可能需求量会降低 - 这个时候该怎么去对冲这个风险呢 - 就是你去看你的租金 - 因为租金很少会下跌 - 但你可能说去年租700 - 然后人口下降了 - 结果今年租600、500了 - 这种情况很少 - 这种情况相对来说 - 租赁市场是比较稳定 - 比较难以下跌的 - 但是房价 - 它确实有可能会因为供需关系 - 它有可能你卖不出去 - 或者很难卖 - 这种倒是有可能的 - 所以说 - 如果你可以在一个高利率的情况下 - 去holding这套房子 - 而且未来加息的可能性不大 - 你的租金是健康的 - 那么即使未来房价下降 - 或者市场上面卖出房子的周期变长 - 那你的投资依然是安全的 - 那我会通常会在这种点去进入一个市场 - 这是我个人的对于风险的理解 - 比方说有些事我比较厌恶的 - 就是在一个市场很好的时候 - 但是它利率很低 - 它有可能利率会翻两倍翻三倍 - 那你就要想 - 这种市场我到底要不是追涨 - 它里面是存在风险的 - 那还有一种就是 - 它在高点 - 然后开始现在加息了 - 或者说 - 它现在哪怕不在高点 - 它在一个中位 - 或者是在一个低位 - 但它现在开始加息了 - 它有可能会让市场变得更差 - 所以你是在抓影响房价的一些变量 - 看这些变量 - 我不怕它的变量有多 - 吃掉了我的利润 - 对 - 就比方说它房价已经涨了多少 - 它把我过去的利润都吃掉 - 我把它忘掉就行了 - 就我只看后面的 - 对 - 我只看后面的 - 否则很奇怪 - 房价涨了这么多 - 我就不投资了 - 那难道你要去看90年的人吗 - 你说90年的人把我的利润的空间都吃掉 - 所以我不去买他们的大厨房了 - 或者不要零一年 - 那你让后面二三十岁的人怎么办 - 你让现在的那些高出生的小孩 - 当他们长到20岁的时候 - 难道他们是没有投资房的一代人吗 - 这不可能吗 - 对啊 - 你就这样去想就行了 - 所以说 - 房价它是大概率是 - 长期是往上走 - 它可能在短期会有波动 - 所以你在任何一个时间点 - 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去买 - 你买不买这个行为 - 取决于你判断当时的市场的风险程度 - 如果未来是降息的 - 租金我是可以负担的 - 所有东西都在我的control范围之内 - Of course - 我不管它之前涨了多少 - 我还是会去买 - 我还是会去只要时间点到了 - 或者防止我看中了 - 就会下手 - 对对对 - 还是会下手 - 还是会下手 - 这个是一个 - 我觉得是 - 比较风险厌恶型的人 - 会做的一个决策 - 我就是风险厌恶型 - 我可以不赚很多钱 - 但我不太愿意亏钱 - 我可以不太愿意亏钱 - 就是差不多 - 有些人是赌啊 - 就是我可以小亏 - 但是我的目标就大赚了 - 就这样 - 你就在什么 - 我要抄底 - 如果没抄到底 - 我就再买一套 - 我让我的投资成本就再下降 - 就这种 - 不同类型的人 - 我不是说我完全对 - 只是 - 如果你的性格 - 你的性格跟我是一样的 - 那就可以听一下我的意见 - 如果你觉得我太保守了 - 你要赚更多的话 - 你可以反着来 - 就真的有些人 - 他真的赚了很多钱 - 他是逆市场而做的 - 他长的时候 - 我说我不买 - 我卖出 - 跌的时候我就买 - 在加息的 - 在加息的 - 怎么说呢 - 就是在加息的过程中 - 其实市场一定是变淡的 - 买房的人也变少了 - 这个是人质长情嘛 - 你不会再连续加息的时候 - 你还进这个市场 - 因为明显是 - 房价又很高 - 然后还还在加息 - 就是两个比较差的情况 - 叠加在一起 - 这种市场是很少有人会去进的 - 但是我们 - 但是有很多人 - 他是在 - 房价开始下跌 - 利率是在高位的时候 - 他开始进去 - 因为 - 我 I don't know why - 但是他们是那种很冒险的人 - 就是说现在市场在下跌 - 我感觉能找到一些便宜货 - 然后确实他们运气好的时候 - 你会发现二三年开始反弹了 - 然后他们赚到钱了 - 但这个钱不是我这种性格的人会去赚 - 对我通常要让他 - 你知道二二年年底不是有一段时间 - 房价是往下走的 - 然后我要等他这段走完 - 就是在利息比较高的时候 - 把下跌这段行情走完 - 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是可以买的 - 你从来不抄底 - 从来没有抄底的地方 - 不太敢 - 因为你不知道底在哪里 - 抄底的人都说我抄到底了 - 只是因为他们回头来看 - 那个地方是抵 - 但真的在一个下行的过程中 - 你不知道在哪里是抵 - 对啊 - 最后一个就是 - 除了首次之夜 - 还有投资客之外 - 有一些住自住房的客人 - 比如说他在五年七年之前 - 已经买过一套自住房了 - 他会说我现在是不是一个 - 自住房置换的好时机 - 因为自住房通常价格会比投资房 - 稍微要贵一些 - 一百三、一百五、一百八这种 - 尤其是近期的涨幅 - 主要是体现在中低价位的市场 - 中高价位的市场 - 据我们自己的观察来讲 - 其实是没有怎么动的 - 近三个月半年以来 - 那你也不会觉得说 - 现在是自住客去置换 - 自己的自住房的一个好时机吗 - 如果你是便宜的房子的话 - 我觉得不算特别好 - 因为你中间还有什么subject to sell - 或者你卖掉之后 - 你要很快去找一趟 - 就中间会有一些焦虑 - 这种焦虑有可能会导致你买的操作会有点变形 - 或者是最终有可能有点仓促 - 没有买到你特别喜欢的房子 - 我会在那个段位的房子 - 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市场上面 - 你去做这件事情 - 要不要说你卖出120 - 我去置换一个120 - 就市场变化不大 - 因为你卖出120 - 结果发现那房子跑到130去 - 最后你就会很着急 - 但目前来说 - 如果你手里面持有的是一套150万200万的房子 - 我觉得变化不会很大 - 你是可以去置换的 - 但如果你手里面是七八十万的房子 - 我就觉得就先不要动了 - 因为你一动的话 - 还有可能你会发现这个房价在连续的上涨 - 没买到你就很焦虑 - 所以说按不宜算的市场来讲 - 我们的建议是 - 如果你置换的房子是在150万以下 - 你可能可以再等等 - 或者说130万以下 - 你可以再等一等 - 如果你现在自住房本身是130 150 - 这种已经是中高价位门槛了 - 其实现在市场波动比较小 - 你是可以去挑挑减减减 - 而进行一个自住房的置换 - 还是比较安全的 - 因为利率比较高 - 所以说真的在那些高价位市场上面 - 在运作的基本上都是自住的人 - 那些人群还少 - 那低价位的话 - 因为housing crisis - 又是自住的在里面买 - 又是投资客在里面买 - 就导致那边的市场就比较的活跃 - 就价格忽上忽下比较厉害 - 对 - 所以说 - 那对 - 那我就差不多问完 - 我今天想问的问题了 - 对对对 - 反正我个人觉得是 - 我也没有看到我目前的市场 - 如果照这样跑下去的话 - 今年又是百分之十几 - 相当于已经30%涨完 - 又涨了百分之十几 - 然后稍微微跌 - 那么百分之八 - 大城市可能十 - 然后下一年又涨了百分之十几 - 就非常的夸张 - 所以说 - 我觉得一定会有减速的时候 - 我当时预判是下半年怎么都减速 - 但是目前看上去 - 比我预想中的要晚 - 市场上面还是有 - 这个购买量确实是你无法预测的 - 然后未来加息或者说是维持不变 - 这个情况还不是说是非常非常的明朗 - 但凯移民是确定的事情 - 但是移民对于目前市场上面购买力的影响 - 就是你要把自助客全部消化完 - 投资客的购买力全部消化完 - 然后你会发现很明显就市场开始变淡了 - 因为大数据它比较反映的还是一个中位价的 - 比较靠近中位价 - 我们现在可以感觉到高价位的房子 - 其实没有它上面写的那么厉害 - 高价位的房子我自己感觉是没有怎么动 - 对对对 - 所以说你会发现一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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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它会慢慢的传递 - 就是我预判就是说 - 以我自己对于市场的理解就是说 - 现在150到200万的那一档肯定是没有像 - 它写的那么夸张 - 每个月1% - 也不可能 - 甚至我觉得现在可能已经稳定的 - 这个段位已经蔓延到了100万到150万 - 所以我觉得就是看最底层的那个段位 - 它什么时候把那需求量消化完 - 那一段是最难消化的 - 因为它量人很多 - 人很多 - 然后租金啊 - 很多affordability的因素在里面 - 所以说你要把这个量全部消化完了 - 我觉得可能会跑更久的时间 - 但是它依然会 - 依然会结束 - 因为我觉得不可能 - 永远每年10% - 那肯定未来肯定有更大的隐患在里面 - 所以说我是蛮期待看到市场有稳定的那一天 - 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风险 - 要博大收益的人 - 所以说我是已经预判到说 - 未来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- 而且我可以接受 - 那我就投资就没有问题 - 就这样 - 所以说我预计未来一定会出现 - 什么时候我不知道 - 可能是明年 - 明年了 - 对对对对 - 看目前的情况是 - 这个车刹车距离还是要再拆长 - 再长一点 - 对对对 - 可能对 - 等到可能100万150万那一档结束之后 - 可能传递到再下一档的时候 - 可能大家的感感受 - 以及表现在这个数据上的这个数字 - 可能会更加的真实一点 - 嗯 - OK那半年的这个总结 - 加上7月份的这个月报 - 就跟大家讲到这边 -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- 好 - 下次再见 - 拜拜 - 拜拜 - 大家给我点点赞吧